第十三届台湾国际艺术协会美展 以及第十四届台中市美术沙龙学会美展 正在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举办展览 除了两会会员的作品之外 还有针见比赛作品 鼓励年轻的创作者更有信心从事艺术创作 利用水彩的特性 表现惬意 随性和自在的感觉 获得这次台中市美术沙龙学会美展 高中组第二名的刘玉如高兴地说 还蛮意外的 因为一开始没有 就觉得就是交过去 然后就是很平常心这样 然后得到的时候就很惊讶 我很感谢 感谢这个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 给创作者这样一个机会 基本上我们都做做技术的后盾 我们自己不会画 没关系 我们要懂得欣赏 我们给这些艺术创作者给他展身 给他平台 给他鼓励 台湾国际艺术协会和台中市美术沙龙学会 都在民国88年成立 一个会员对象是全国国民 一个是以台中市民为主 今年两会的理事长刚好是同一人 所以一起举办展览 我们在创会的第二年第三年之后 我们就开始举办这个对外的证件比赛 一直在鼓励讲义年轻的艺术创作者 台中市美术沙龙学会 我们目前主办的一个证件比赛 是针对本市的国中跟高中的学生为主 台湾国际艺术协会它是全国性的团体 那就是说不分年龄 实际上是中国国籍都可以来参加 透过比赛让新元展露头角 鼓励新元 希望艺术的种子能够继续坚持从事创作 新唐亚太电视林立黄凤文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